哈囉哲令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陳柏雯 我是江典 最近一次心動是什麼時候 對對放心動嗎 對不對就是自己心動 自己心動 在我得知要來拍哲令雜誌之後 欸那蠻早的 現在也有點早 最近都沒有心動 最近喔 昨天是見面會 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會 然後 當然可能是來很心動 但是我在迷胎的時候 看到一隻黃金葉球 然後超級開心 那個應該算是一個心動 第一次超心動 不能這樣比較 其實我要講的是 昨天見面會的時候 就是 那個時候剛好聊到我的經典 然後主持人就說 我是想要告訴你誰啊 然後談的時候就 變成霸氣的說 他只能夠贏我 所以我都一直打扣 我會穿它 方便是覺得 對方穿什麼最好看的 我蠻喜歡 點點穿的 鮮豔衣 所以在劇中的時候 也會都很方便 所以你不喜歡我 不要穿的 沒有啦就是 平常你穿的話會比較像 顏色雖然說會有 各式各樣的 但是會比較水洗 但是你穿鮮豔衣蠻好看 那是水洗的 水洗 對水洗 我覺得我今天你第一套那個 我蠻驚訝的 因為我覺得那其實 有點像是你平常會穿的 只是再更 再更成熟一點 對對對 因為他平常穿的比較 日系街頭一點點 如果用一種動物形容 對方會學什麼動物呢 為什麼 我記得我之前是不是講 山花 好像是山花 對我講山花的小貓咪 那就是有人說 你們像瘋狂動物城的尼克和朱迪 就是你們有聽過類似的說法嗎 呃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哈哈 有人有人有tag我們 說叫我們拍那個影片 哦 有那個就是 朱迪在尼克旁邊 然後我這樣拍 然後你就衝來 然後我就把你壓上去 哦 就是這樣 然後表情就是這樣 對對對 我是覺得他比較像 黃金烈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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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 開朗 然後 本來就要尾巴 這樣子 那兩個人有沒有一起去旅行過 沒有一起合宿過 哦 但如果要講出去玩的話 就是 爬山嘛 爬山 對 每一句都要講 那假如說 有一個機會讓 兩個人去旅行 就是你們最想去的地方是哪裡 好多哦 我也不太確定 我自己想去 還是 就是我想要帶他一起去 你是喜歡 海 其實是我喜歡山 我也是喜歡山 嗯 但 你也不討厭海 所以我覺得 去個有山有海的 郊外的話 應該都會滿開心的 來享受 有山有海的郊外嗎 對啊 像是哪裡 我們只要有接近大自然 我們就開心了 非洲 我們要去非洲 哈囉 嗯 哈哈哈哈 難怪人家 還是看他就會興奮你 還是看他有他帥客 因為他之前有寫過說 他最小訓話 但我覺得你不會聊天他 OK 我覺得你跟他指示的都已經是非洲 但是OK OK 好 我們要去非洲 那兩個人在對四的時候 有沒有有過矛盾 不太有 不太有 不太少 那就是生活中會有吵過架嗎 也沒有 對啊 真的很 真的也沒有 我們可以 我們蠻能找到一個 綜合的地方 僵點是藝術生嘛 然後 你是體育生 就是你們兩個人在相處的過程中 有什麼思維方式是不同的嗎 可是我們在意的東西 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在表演或在工作上的話 其實 差不多 只是可能 博文偶爾會覺得 因為我是 是本科出來的 所以會 想問我一些問題 在拍攝奇跡之前有認識對方嗎 之前 我不知道不認識 喔 我之前有看過他 為什麼 就是他之前有拍一部我們學校的短片 然後我就有看到 就我原本不認識他 但是在劇照裡面就是 我的學長旁邊有一個 很高 然後看起來很拽的一個男生 然後我之後再翻他IG發覺 欸 就是他 就是我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兩個人認識多久才加了聯繫更加 確定角色的第一天 我們互相認識了之後 我就講了 那孩子給對方發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他的訊息 我剛才回去翻一下 如果 不算貼圖的話 我們的第一句話是 就是我們要幫徐凱慶勝 我們在準備這個驚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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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點點點下一個髮型護士 什麼樣子 就是會不會換髮色 哦 嗯 這題目 你們在劇中是青梅竹馬的關係嗎 就現實生活中你們是比較 相信青梅竹馬還是偶遇的那個類型嗎 我需要了解對方 但是又沒有一定要青梅竹馬 或者是 我一定要一個一見中心 或者是一個 新的人出現在我的生活 嗯 所以 真的一定要選的話我選 我選青梅竹馬 因為他 他了解我 我也了解他 嗯 天降 我是覺得沒有天降 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就是青梅竹馬 然後在劇中 兩個人的感情 不是都很收免 就是前期都不敢討論 那現實生活中 如果你們遇到喜歡的人 你是會 直接了當地去表白嗎 還是說 找機會去慢慢 跟對方透露說 自己會喜歡嗎 我絕對是 找機會表白 直球隊 直球隊 我不會 剛認識覺得他很漂亮 或者是 覺得他很帥 怎麼樣 他都是我的菜 嗯 我就會覺得是 哦 我喜歡你 當我自己意識到 我喜歡對方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告訴他 我應該就是 都 我就是會 慢慢 慢慢 讓對方感覺 欸我好像有點意思 這樣子 然後 到一個就是這樣 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我就會告白 嗯 我就丟 那你們兩個人生活中 誰會比較擅長 你表達 就是擅長表達的話 我覺得是 他敢於 表達的話 我覺得是我 這算是一個蠻酷補的地方 有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表達 所以我就會 問他 嗯 對 你們在私底下有沒有什麼共同的興趣愛好 我們有喜歡小動物 哦 對對對對 對 他喜歡貓 我喜歡 你看 他貓咪也是很可愛 我還是會去咪牠的貓 然後他也會玩狗 就我們家會有狗 對 然後他也偶爾會來玩一下 像這樣 那在生活中 你們覺得誰會比較細膩 沒有錯 猜起的時候就是 誰會照顧誰 一般都會學 那叫什麼 我覺得他比較照顧 但我覺得 他在 心理方面的照顧 哦 我在外在的地方比較照顧 他會幫我就是 那叫什麼 幫我扛住 風吹雨打 哦 帥帥帥帥 然後 那天 低頭直播 我哭了 哎 可以說出為什麼嗎 那天我在聽 韋恩 分享這個經歷的時候 我 因為他說的話 所以我很認真聽 然後去想像 然後 我那時候當時也在現場 所以 我就可以想像到那個畫面 然後再想像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就想像到 每次我有一些情緒的時候 只要有人一個觸碰 尤其是 瞭解我的人 我那個情緒就會 整個釋放出來 嗯 但那天有人碰 沒有 可是我就是聽到他講這個 我就覺得 哇 我懂我懂 然後就 對對對 就是這樣碰一下你 就開動嗎 對對對 然後就 就這樣 所以真的快哭的時候 真的不要碰 我會不會誰爆哭 有沒有送過對方的禮物嗎 有是他在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然後他送了我一瓶可樂 嗯 對 然後他記得我喝的是林卡 然後在下一次的時候 會再回送茶的回送 對 跟你們兩個身高差的 跟你們覺得特別CP 就是 自己有沒有覺得說 除了身高之外 跟對方特別大的那個點 就是 這個 這個啊 興趣愛好 個性 對 個性 對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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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麼長 可是我們 常常會 假如說到一些地方 我們會一起 享受那個 感動方向 算是吧 就是我們有一次 一起去爬 然後我們爬到 山頂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坐下來 對 然後坐著坐著 我們就開始聊 我們就開始聊 聊他的家人啊 然後聊 住在哪裡啊 然後他 他希望未來 他的家可以長什麼樣子 嗯 像這個 那你們兩個 經常一直爬上去 有過個 兩三次 那能模仿一下 對方做最後的肚子 好 謝謝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確實會這樣子 謝謝 謝謝 那我是 那我再一個 點點很喜歡 在 有時候聊天的時候 或者是想吃什麼時候 他就會 他的手一定會 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他會再 變成這樣 然後他會再 好 那 有沒有 全世界只有你們兩個人 才知道的小蜜 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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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會挑戰什麼樣子 呢 最近 有時候都會被問到 嗯 然後我都會想說 不要跟我自己 本人相點的形象 不太一樣的角色 像是愛迪 但是後來想一想我就覺得 我好像要趁 就是我年紀還可以的時候 可能會演一些高中生 然後大學生 就是一些 校園青春片之類的 嗯 嗯 我當然也會有這個想法 畢竟我看起來又更年長一點 所以他可能是高中生 那我可能也是大學生 嗯 然後我的話其實很想要試試看 武裝劇嗎 或者是舞蹈 更多的舞蹈 其實什麼都想了 彈心了 嗯 什麼都想了 那現在彈心結束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